哈喽各位旅行者大家好 那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金苹果群岛的全海灵芝收集攻略 这个海灵芝呢暂时是定义为角色突破材料 是关于到期角色的 然后暂时我们能够收集到的能用的就是万页角色 然后以后会有更多角色包括消攻或者是更往后的一些角色都可以用得到 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 好那我们首先来到第一个地点 海岛这边有四个 陆下这边有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 这位置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 好然后往前走不远呢在这个小岛这边它会有两个 好然后在我们刚刚战斗的位置呢 这边 这边 这边也有一个 这边也有一个 好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另外一个 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另外一个 第二个 再往前走还有一个 第三个 好然后呢我们从刚刚那位置 再往前走 再往左边绕过来的话这边有两个 三個,沒有三個 四個,原來這邊還有四個 躲著一個 我們從這個地圖的範圍內,第一個標點,第二個標點,第三個標點,第四個,五個還有六個 這六個標點裡面呢,我們能夠拿到的海靈芝有十五個 這個是暫時這個範圍內有十五個海靈芝 接下來我們來到另外一個島嶼,這個是要做雙雙島 雙雙島這邊,我們來開始第一個位置,第一個位置在這邊 這邊有三個 好,採集完畢之後呢,我們繼續往下一個標點 下一個標點的話呢,我們再往左下,往左下走的話呢,這裡又有兩個 兩個 然後我們繼續往第三和第四個標點進發 在地圖,我們往下走,下走就能看到 好,這邊有四個 好,然後我們往前走 繼續往前走,下一個標點 OK,這邊有一個,再往前走還有一個 這邊有六個 好,然後我們從剛剛的第四個標記位置的話呢 我們採完之後,我們往東邊走 東北,東北的位置 OK,東北位置這邊繞過來 然後去到第五個位置 第五個位置,這邊有兩個 好,這邊一個,然後往右走,這邊有一個 好,然後我們從剛剛地圖的島嶼這邊 右邊已經搜索完畢了 然後我們跑來左邊這個 好,地圖上有標記的 OK,然後這邊有三個 OK,然後這邊有三個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三個在這邊 好,然後我們從剛剛的位置 往西南方走下去的話呢 這邊會遇到一個 好的,然後到了我們這裡 剛剛的位置 繼續往左上走的話呢 這個召喚浪傳的標記這個位置 下面會有兩個 兩個 好,然後我們來到剛剛的位置 左上 左上這個島嶼 這邊呢,有個傳送點 傳送點這邊有三個 兩個 兩個 這邊這個 三個 一個 搜索剛剛那三個之後呢 我們繼續再往裡面走 就剛傳送點的 左上 左上往裡面走的話 這邊有三個 然後呢,我們搜索完畢 這個範圍 這地圖範圍內的 標點這個一個 然後呢,我們搜索完畢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九個 十個 加上剛剛那十個 這十個標記裡面呢 我們能夠獲得二十五個 海靈芝 二十五個 加上剛剛那十五個 一共四十 然後我們去下一個地點看看 我們來到下一個目的地 就是破破島 好,破破島這邊 北方有一個 矛點 那我們矛點 的左邊這邊有兩個 然後呢,我們從剛剛的位置 往右邊走過來 剛剛是這邊 然後我們繼續往右邊走 右邊走這邊 會有兩個 兩個標點 兩個標點各有一個 走前去看 這邊一個 然後我們往前走 然後我們從剛剛最後一個位置 我們繞過來 繞去下面 然後去西南方 在西南方這邊 會有兩個 完成剛剛那邊之後呢 我們從破破島 往南方走 南方走 破破島的南方走 一直往下走 我們會 可能 看到會有一個 大水球 OK,然後我們繼續 別管它 繼續走 這個位置 會有兩個 就在這個 地圖上看到這個 水球的 右邊 這個位置 OK,這個位置 好,收索剛剛那個之後呢 我們繼續往下走 剛剛水球那個位置 我們繼續往下走 找到這個 標記位置 這邊會有兩個 剛剛搜索完畢之後呢 我們下一個目的地 是威威島 威威島 這邊我們直接從傳送點 的 左下 可以傳送點的左下 這邊直接跳一下 這邊會有三個 這邊有三個 這邊有三個 好的,剛剛那邊 手索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從島嶼的右下方 走下去 OK 然後到這個 標記的位置 這位置有三個 一個,第二個 石頭後面有三個 好,那剛剛從我們一整套 組下來的話呢 我們一共可以獲得 五十六個海鈴茲 那我們可以再重新看一下這些 標臉,OK 固定島 然後雙雙島 這個位置 全做了標記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破破島 到水球 到威威島 全轉一個圈回來 五十六個海鈴茲 那如果這視頻 對你有幫助的話 歡迎大家給個訂閱 支持一下 然後我們下個 視頻再見 拜拜 字幕志望 閃 imagine 就成功 都可以 今天 有很多 紅色匙 遠足